大家好,華記8月1日報導 全城熱話在美國第三把教員巫婆佩洛西訪台 試圖捉起台灣與大陸的矛盾 最好是打仗,因為美國人買軍火 他們現在在疫情下,最好生意是買軍火 只要台灣與大陸一有矛盾 全地球的人都會與美國人訂軍火 他的如意算盤就是這麼簡單 想蜻蜓點水,點起火頭 然後拍拍屁股就離開,接著就助修愚人之利 大家都知道美國人奸搞了 今天8月1日,解放軍見軍節 在這個意義這麼重大的日子 美國人公然在玩火 最初是拜登打電話給習近平 然後聊了兩個多小時 台面就沙嵩,台底就搞小動作 然後最初就說佩洛西不會訪台的 沒有這個行程安排 今天台灣的媒體報道 明晚就會抵達台灣 住台北的軍月酒店 現在的最新情況是怎樣呢 很簡單 他最想你台灣與大陸 勒著你們互相引起戰爭或矛盾 然後他就坐享愚人之利 收訂單買軍火 很簡單 首先看看內地如何制衡 在牌面上 是虧張的 為何會虧張呢 我們細心分析 如果佩洛西坐飛機 去台灣的時候 解放軍呢 如果有簽20 賣去 幫助他的時候 不動他就說我們沒有膽 一動他 我們就虧張 因為美國人就會收訂單 然後台灣與大陸就有矛盾 其實我們很熱愛台灣的同胞 我很喜歡台灣人 例如劉耕宏 在大陸 或者周杰倫 我們很喜歡台灣的同胞 希望不要讓這件事離間 但問題是 美國人的如意算盤 打不打得響呢 就要看看阿爺的部署 我們冷靜地分析 如果佩洛西去台灣 他首先走什麼飛行路線 首先如果他之前放假消息 說他到了日本 他就應該由美國 經過夏威夷 再經過太平洋 接著就會去到日本 然後日本再在頭殼頂屈下來 避了我們中國的領空 然後就在台北台中的位置入 如果解放軍要用殲20去攔截 最大的範圍就是在中國濟空海域 台北的頂端 現在你看到我側近這幅圖 就在這個位置來夾他 第一個是在這個位置來夾他 但問題是 這個位置來夾他 就已經好像不像了 因為他現在已經到了新加坡 和李顯龍在持續攔截 美國第三把甲椅去到新加坡 人家是新加坡小國 當然要比面子大佬 他一定要是中立國 新加坡又比面子中國又比面子美國 但問題是他去了新加坡過冷河 由新加坡去台灣是怎樣走呢 他應該會由新加坡貼著的東馬 即是馬來西亞 沿著上台南那邊 靠右邊 這裏會經過南海的 但列根號就走了 之前昨天列根號駛來南海 如果他在新加坡東馬那條線進入 他沒有列根號在那邊 但最快就走這條路 就可以去到台北 我覺得這條路最容易擦槍守火 因為這個領空大部分 都是我們大陸的射程範圍 制控權這個位置在我們這裏 也會不會說他在新加坡 就不走這條海峽 不走南海那邊 不走東馬那邊 會不會他由新加坡 射回去關島那邊 由關島 即是日本過了一點 由關島又走到橫跨太平洋那條線 又是在台中台北那個位置進入 由那個位置進入可能要加油機 那個位置進入的航程問題 可能是要加油機 所以你看到這兩天 那些加油機都不斷均衍 說我們是夠油的 因為戰機很大食 很好油量很驚人 所以你一定要在空中加油 問題就來了 究竟他明晚星期二 根據台灣的報道 他會住在台北的君越酒店 這樣他究竟是由中路入 還是在下面進入 在南面進入 還是在西面進入 絕對不會在東邊或北邊 如果佩洛西乘坐飛機 要麼是在南邊上 要麼是在東邊進入 所以我們明天 就看看他在哪裡進入 現在問題就是 他過來訪台 然後馬上離開 會不會引起台海戰爭 我一萬個不想 我們中國人和氣生財 兩岸是兄弟 我當然熱愛我們台灣的同胞 我絕對不想動武 但美國佩洛西乘坐飛機 我們如何中庸之道 又可以維護自己的尊嚴 又可以嚇責美國佩洛西乘坐飛機 如果真的開波 把佩洛西乘坐飛機 然後不要動台灣 我看看美國佩洛西乘坐飛機 或是擦槍走火 不覺得開玩笑 你現在去別人領空 如果他由中路進入 那是國際水域 沒有說誰打誰 那路困島有數爭 所以我們是和平主義者 但是我不惹事 但是我不怕事 我們要有這個立場 但是我們作為小市民 我們兩岸當然是互相親兄弟 但是我們希望不要讓美國佩洛西乘搏 我們拭目以待 明天再和大家報道 第幾二一中華物業香港一二手樓專家 專門九龍站 奧運站 一手樓專車接送服務 茶室6683182 好 大家好 嚴嚴夏日有一個很燒烤的餐 就是吃這個 網紅冰室的 經典回味 原隻菠蘿海鮮炒飯 我們會有一個燒烤的椰青 還有一個菠蘿海鮮炒飯 是108元 如果你想加燉蛋或燉奶 就加到22元 便便宜一點 好 我們現在不如馬上嘗嘗它 好了 首先這個108元這麼划算的餐 這間有一個老火微豆雞腳糠 然後還有一個燒烤解渴的椰青 然後還有一個很好的菠蘿炒飯 好了 這個你隨時過來 我們左燈在這間63號都有得吃 多謝大家支持